我跟你們說以前那個 薛世玲是那個倒數第二號 就是每次只要跟別人PK的男主角 主要角色 一定都是倒數第二名就是掛掉的那種 每次PK都輸這樣子 對 每次PK都到最後一關 比較選角 嗯 選角 通常比方說 每次都很接近那個要拿到角色 男主角的角色 然後都是PK到最後的那一關的時候 保險其實很喜歡他 但最後通常都會因為不同的因素 是價錢因素嗎 不是 不是價錢因素 就是我覺得他不是傳統中那種很英俊 或者是很 就是傳統帥哥啦 應該不是這樣講 不是帥哥啊 他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每一次都通常真的很可惜都PK到最後 所以那個做工的人其實最後也是在PK 我自己每次有得知說 可能進到最後一關了 然後後來可能沒有繼續 其實 當然會難過 當然會是難過 可是因為我也 我也知道 劇組有很多不一樣的考量 不是說只有你說 可能就是適合就好 劇組有劇組為難的地方 對 製作方的製作方的辛苦 他們必須要去 籌備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去找錢啊 然後去談很多事情 對 我也不希望因為我 然後造成大家的麻煩 我覺得這個 對來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因為 可以找到更適合的 人選也好 讓大家 讓這個案子可以順利的去進行 不要因為選 可能大家都卡住了 我覺得太奇怪了 對 所以 可以要案子順利的進行 大家可以做事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都這樣覺得啊 沒有會難過 會難過 會難過 沒有到憤恨啦 太誇張了 對 就是覺得 會哭啦 回去會哭啦 先嗆一下我媽好了 因為我媽是 因為我那時候入圍的時候 男配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很 還沒反應過來 她問說那有誰 我說我都不記得 我只記得安順哥也有 然後她就說 那你沒希望 哪會上將 黑衣服的那個在外面 你不要問她 她現在戲約真的不斷 你被騙了 沒有啦 我們那個檔期排到 明年的 應該三月以前 你上次都沒有 都是你 這我 把金金的呼來 我都想 對啊 要呼完 但我不知道她戲約什麼 對 裝要關機 謝謝 SRQ 導演在這咧 導演都在咧 我花了幾十年 幹了事情 終於年 幹完了 明年 明年應該會有 很大部分的時間 都留在 台灣 對 呃 因為我怕 我接了這個電視劇 接完之後 馬上就緊接 我們在做功能的 能聽 耶 很棒 開心 對 我們會 Subscribe 家小學生 isolated 馬上就沒有 一個 Probleme 他就不如 我愛你 二 人 子 老婆